欢迎来到重新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力热巴洋洋 冲上热搜榜第一 这是谈恋爱实锤了 迪力热巴洋洋 冲上热搜榜第一 啥情况 2月6日 迪力热巴和洋洋突然空降热搜 不是因为有心的合作 而是两人晒出的元宵节吃汤圆照片 引发热议 有网友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惊讶留言 这是谈恋爱实锤了 原来 网友发出迪力热巴和洋洋 同时晒出了吃汤圆的照片 两人用的勺子一模一样 都是白瓷的 就连碗都是相同的 网友留言说 啥情况 这是一起过的元宵节 不会是吃的一碗吧 俩人好配啊 演技颜值都很好 如果在一起生出来的宝宝 绝对很漂亮 这俩人特意把照片的滤镜换了 就是为了避嫌吧 真要宣布恋情 估计的轰动娱乐圈 不是说迪力热巴和黄景瑜有绯闻吗 到底是河水啊 也有人说 这款勺子和晚家家都有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都说娱乐圈无风不起浪 网友们的敏感度很高 你们觉得是单纯的巧合吗 福元爱惹争议 向男友前妻道歉后秒删 被网友指责又当又利 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 元爱与台湾省运动员江洪杰离婚后 一直与现男友恒宾男在一起 此前恒宾男前妻提告福元爱 后双方和解前妻撤诉 但是矛盾一直没能彻底解决完 最近 他又发布声明在中文社交平台上 向现男友的前妻道歉 并再次否认出鬼已婚男 在声明中 福元爱公开了和解条件 表示双方共同确定了三条内容 一、法律上 福元爱与原告前夫不属于出鬼 二、福元爱在得知男方已婚后 没有争夺原告前夫的意图 三、福元爱的行为在法律上 不能称之为不当的介入行为 但是上一份声明中提到的原告 未完全了解事实 不从在破坏婚姻的事实等表述 与和解书内容相逸 给前妻造成困扰 特此道歉 同时 福元爱还放出了官方中 翻的日文声明版本 称它才是正确版本 当中确实没有原告 未完全了解事实及破坏婚姻的表述 并强调原告是素人 希望相关方冷处理该事件 其实这篇声明早在去年11月底就由福元爱工作室发出过 当时工作室的心理过程也很复杂 多次转为仅自己可见又公开 至于此次发出就是为了道歉 纠正中文声明中的错误表述 但是给人的感觉也是不情愿 似乎想低调处理 不然不会选择在凌晨两点中发布 发后又秒删 这句原告未完全了解事实 不存在破坏婚姻的事实 在中文声明中属于常见表述 很多明星都以此否认自己做过的事实 提告名誉权 前期让福元爱站出来 强调声明中不包含这项内容 代表他不认可 也侧面证实福元爱的声明有完弄文字嫌疑 不存在破坏婚姻事实 相当于直接否认福元爱插足他人婚姻 显然 福元爱没有底气直接否认这项事实 不然不会官司了结几个月后再次道歉 还一直强调法律上没有出格行为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不违法不代表行为正确 众多网友看到福元爱的道歉声明后 表示他这就是承认自己破坏了别人的婚姻 但是道歉后又删文的行为又当又利 既然做了小三 就不要扭扭捏捏不愿意承认 其实 福元爱中文声明与日文声明不一样很正常 福元爱在中国的好感不非同一般 出轨消息曝光后口碑并没有崩塌 还是大家心中可爱真诚的爱将 很多人维护他 所以他的中文声明也有一旦化事实 只是现男友的前妻并不好惹 才导致他不得不站出来道歉澄清 素人与明星的对垒 先少能够战胜 毕竟掌握的资源不对等 从福元爱不间断向男友前妻妥协来看 福元爱在已婚男士婚姻当中充当的角色并不无辜 至少不会像声明当中那样无知 而男友前妻也一定是掌握了足够扎实的证据 才能这么果断坚韧 拿捏住了福元爱 让他不要泼脏水 希望福元爱能够吸取教训 既然选择与男友的前妻和解官司 想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 那就不要自作聪明了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